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苗伯曉的說 柯市長任內就是超增了210億的 所以他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台北市民每個人可以得到8500個 他說你要不要罰 我們現在也正在盤點相關的稅收 也會在進行完整的評估之後 會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那我想未來一定是用在 相關重要的施政推動上面 包括減輕年級人的負擔 相關福利政策的推動 都是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不會發現金 我想目前可能我們規劃 就是在施政的推動上面 還是要問一下說 這個中央要發6000塊 因為現在民運黨總召 柯建民他有說到說 因為現在財政的決算的問題 必須要等到7月才能決算 所以如果說 真的要發這6000塊 必須要舉債來發 所以中央要考慮到 相關財政紀錄的問題 絕對不要讓民眾的權益受損 那因為這個陳志涵他有說說 苗伯曉這個說法 其實他說要你要小心 苗伯曉這樣子的說法 就8500塊這個 因為他說這裡面 有牽涉到中央的圖籌分配 對 所以其實我們都已經有掌握 我們也已經請包括秘書長 和財政局相關單位 做一個盤點 然後做完整的規劃 我想有初步的決定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明 分那個 最批言就算了 中央來 中央 mies 感谢观看